各位朋友早晨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4年9月19日 星期四 今節和各位朋友一起說說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昨晚馬鞍山有一位婦人疑似在收衣期間不小心跌下樓 據報這位女死者原定後日慶祝生日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雙亦說說市道消息 據報半世紀的老店百樂潮州酒樓總店宣布要倒閉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黃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最新報道 有關馬鞍山失足墮樓悲劇 兩子之母暫於小凳之上去收衣 生日前夕遇到還禍 丈夫非常悲痛 說腦內一片空白 一家人約定食飯慶祝 現在就要去安排那個生後事 兩人提到了 毛先生就說他和妻子一起住在恆山樓近40年 形容自己是那條村的開芳牛 夫妻有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家立室 並已經搬走了 說妻子生前任職清潔工友 身體健康 平時會踩單車上班 也會和一眾姐妹喝茶 夫妻關係和諧 今年兩人在6月更加到蒙古旅行 毛先生又說 後日9月20日 本來是妻子67歲的生日 一家人早已約定去食飯慶祝 想不到昨天下午2點多 突然接到警方來電通知他的妻子出事的惡號 說到昨天的意外 毛先生表示 妻子身形嬌小 需要借助一張椅子站高 再探身出窗外面浪衫和收衫 妻子適逢昨天放假 在家中做家務 怎知道發生了意外 記者昨晚到訪的時間 毛先生和太太在家中 地上留下了一隻拖鞋 還有原本用於浪掛的衣物 還有已經彎曲的鐵通 毛先生就說 那隻拖鞋相信是妻子出事的時間鎖著 時候由警員撿回來 至於另一隻拖鞋未能找回 事發過後 攝氏的槍花已鎖上 面對悲劇 毛先生坦然未能反應 現在老內一片空白 家人已安排為妻子進行發事 至於其他後事安排 容後處理 就是這樣說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怨死者安息 新者堅強 認真聞者傷心 記者到過現場找到死者的丈夫 原來死者原定明天會慶祝生日 結果猜不到 在昨天突然發生這宗意外 這位丈夫也非常悲痛 腦內一片空白 現在先辦好安排發事 另外容後再處理妻子的身後事 另外也提到市道消息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半世紀的老店 百樂潮州酒樓總店 9月倒閉 內文提到 有超過50年歷史的百樂潮州酒樓宣布 這部銅鑼灣希臣總店 將會結業 最後營業日是9月24日 酒樓自從1967年開業 提供正宗傳統 潮州手工菜 更加是不少家族 幾代人設現相聚的好地方 歷史悠久 銅鑼灣店經過裝修過後 仍然保留懷舊元素 對於半世紀的老店結業 不少食客慨探不捨 百樂潮州酒樓宣布 他們的希臣道總店 將會光榮結業 最後營業日是9月24日 餐廳表示衷心感謝 食客多年以來的支持 尤其是不少家族 都曾經在銅鑼灣希臣總店設現 店方指現在仍然可以接受 24日前的預訂 同時餐廳也宣布 10月將會在中環推出全新的食虎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道 不知道各位網友 認不認識百樂潮州酒樓 據報它是創於1967年 至今已有57年的歷史 一直都是吃傳統的潮州菜 突然宣布總店 將會營業到9月24日 另邊商說有很多人曾經在設現 不少食客大嘆不捨 這會否和近年的市道有關 都看來很清楚 雖然餐廳同時宣布 在10月會在中環推出新的食虎 不過在銅鑼灣核心地段總店 宣布結業 新的食虎也未必是百樂潮州酒樓 這間百樂潮州酒樓已經有超過50年的歷史 亦都隨著今個月月底最後營業日過後 就會走進歷史 另外亦都說本地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新界西對田區對開的等船 南宮有離地20米的龍門架之上昏迷 消防救了下來再送院 內文提到屯門發生有人暈倒意外 在昨晚9月18日約莫8點51分 一名男子報警 或一手停泊於新界西對田區對開的等船 一個南宮有報案指 在離地約莫20米高的龍門架之上 懷疑暈低了 救援人員港智事主由消防員救下 曾經回復清醒 不過其後又再度陷入昏迷 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搶救當中 據了解事主懷疑曾經報稱感到不舒服 未能控制船上的機器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希望這位南宮有去到醫院搶救無大礙 據報這位南宮有在離地約莫20米高的龍門架之上 懷疑暈低了 消防員當時將他救了下來 再急急送院 另外也提及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石尼有一部七人車遭到林洪友破壞 警方拘捕了一部25歲的男子 揭發另外涉及同一日清衣的刑事委壞案 兩問提到 警方接獲報案 報案人說他拍於石尼大龍街 一個住宅大廈外面的一部七人私家車 被人林洪友損壞 警方展開調查 經檢查街道上的政府閉路電視影像過後 鎖定一名男兒犯 並在昨天9月18日傍晚 在尖沙咀的棉登徑 以涉嫌刑事委壞 拘捕了25歲姓葛的男子 警方經調查 相信這個姓葛的男子 亦涉及另一宗同日較早前 發生在清衣刑事委壞案 據報他正被扣留調查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一不離異 原來這個人多次犯案 首先是林洪友淋這部石尼的七人車 同一日清衣作過刑事委壞 估計是黑幫的馬仔 案件調查當中 另外亦提及這宗社區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天水圍的新公園 六米高滑梯啟用半個月 就要即時維修 街坊透露一個星期前 滑梯已經違封 亦說政府事件不出奇 內文提到上個月28日 才啟用的天水圍筆 天壽路游泳池 站這個遊樂場 主打約磨六米高的巨型滑梯 啟用半個月 就已經被維修等待維修 記者在星期一 9月16日到場試測 目測滑梯底部 出現了一條超過20厘米的裂縫 有街坊說現場已經違封約網一個星期 但至今仍未有公佈維修時間 亦有街坊認為地盤施工多年 但開幕只不過一段時間就報銷 直言政府的事都不出奇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這些公園 新鎮全部都用公帑 結果整了幾年 一開張 都不夠半個月 這條滑梯已經報銷了 封了 至今未知要搞多久 因為記者看到也有長達20厘米的裂縫 監工是否出現了問題 令邊商公帑來興建的公園 玩了不夠半個月 難怪街坊都笑 就說政府的事不出奇 這條滑梯剛剛開張沒多久 就爛了不知搞多久 近年越來越多 這一類看落的工程 不知為何 東西特別容易爛 究竟興建的時間 用了那麼多錢 監工和監察方面 是否出了少少問題 導致質量都好像一般般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